hello大家好,我是Phoeb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想给大家做一个盒子的开箱 就是最近我刚刚收到了这么大的一个盒子 我仅仅花了8刀,就是8美金 买到了这么大一个盒子的订阅里面 大概有4到5个fullsize的彩妆品吧 如果你想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那么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了 还有我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小红书 还有我的instagram 因为我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北美 尤其是加拿大这边的折扣 不预限于美妆品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啊,厨具啊 所以都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订阅我的IG和小红书 他们家这个面子实在是太难念了 就叫Fat Fit One 说到这个我还挺惊喜的 因为我只花了8刀 我以为它就送大概4到5样 不会有这么大的盒子 没想到盒子还蛮大 然后赵丽用酒精混一下 其实我之前都已经碰过了 就是静置了好多天了 这边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下面我把它打开 哇 哇,真的好多东西啊 首先是一个Fat Fit One 它家的杂志 如果大家对这些美美的订阅盒子感兴趣呢 尤其是加拿大的小伙伴 你们都可以去我之前发的一个 boxycharm的那个视频里面去看一下 如何订到你们特别喜欢的美妆产品 我主要介绍了boxycharm 还有ipsy这个box 还有555我都有介绍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还有告诉你what's in the box 先不看了就保持一点神秘感 哇,然后它底面包的真的蛮好的 看,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打开 哇,真的它家的package真的不会超好 你看,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花8美金订来的盒 首先是一个makeup eraser 就是好像之前很火的那个比较环保的卸妆毛巾 之前因为我关注的那个博主Linda抽奖的时候 我有抽到了它的盒子里面有 它送了我一个这个 所以我这个的话呢就是富裕的 我可能会在我订阅到一定人数的时候 做一个抽奖给大家 所以这个我就先不开了 里面就是一个卸妆的毛巾 我自己有一个 它是粉色的 这个应该也是粉色的 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卸妆的毛巾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它这个就是比较环保 你就不用卸妆棉了 直接用这个卸妆的毛巾去擦一下 而且它这个上面写着 这个在外面卖的价格是20的 应该差不多的 好像似乎咱也有卖的 就是20的那样子 下面还有一个是 这是什么 是一样的 它是Dry Bar的 应该是一个防烫喷雾吧 大家看一下 这种东西我还真没有 所以我还真挺需要这个 就是在你吹头发的时候 先喷一下 然后再吹头发 以防止你的头发发质受损啊什么 这个还蛮好 这个我都用得少 下面一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一个 这是什么 Oh Tarte家的这个面霜 它家这个C系列的面霜 我之前看有个博主也收到这个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尝试不同的面霜什么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它是Tarte家的 Tarte它家的彩妆和护肤做的一直还是不错的 虽然就是这个品牌有争议吧 我知道 哇 里面是褶梨的 就闻起来蛮清香的 这样的 把我之前的用完我应该就会用这个 哎我觉得它这个盒子里的东西还蛮实用的 就是我基本都能用到 没有那种完全用不到的东西 好 下面是最后一个东西 埋在这个纸线里面 看看是什么 哇 还挺大的 好像是个包子 哇 超大的 应该是个这个够够带 不是它是一个packing 太好了这个东西我正需要 就是有时候出门的时候啊 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 我特别需要一个这种整理的东西 咱们看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Starter Box 送的还真都是蛮实用的 我感觉好多东西都能装下 而且好像还不止是一个 哇 好像是三个哎 哇 这个我真是太喜欢 它这个大的 大的这个packing 套着一个中号 中号里面还套一个小号 还有一个小号 这个可以放一些洗漱用品啊 然后这个可以放一些内衣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大的可以放一些大号里面 我觉得这个Starter Box 我还真的是非常满意 本来以为它家会寄一些 有的没的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发固啊 水杯啊 什么雨伞啊 就那种感觉你都有 你用不上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而且它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非常夏天 所以呢 东河看来 它这个盒子里一共 送了我四个full size的东西 第一个呢是这个makeup的 还有这个 面霜 还有这个防烫喷雾 还有最后的这个packing的这个包 刚才我忘了说它们这个retail的价格 就是这款防烫喷雾呢 它在外面卖的价格是23刀 然后这款Tarte的那个面霜呢 它的价格是39刀 手概念makeup eraser是20刀 旅行的那个旅行包呢是40刀 最综合看来这个start box 它的这个价值一共有大概130刀的价值 虽然我知道它这个定价 肯定是过高的 就是像它那个旅行的那个包 那三个怎么会有40刀对不对 毕竟我是只付一个油费8刀 马上得到了这些东西 最综合来看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里面还都是品牌的东西 尤其是这个防烫喷雾 它是drybar的 还有那个makeup eraser 还有Tarte的这个面霜 它也都是斯布兰里面卖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start box 还是不超所值的 首先呢我的这个5fit fund的盒子呢 它不是这个 它这个网站每三个月 给你寄的那个full size box 那个里面呢 那个大概是49块99美金一个盒子 一共是你可以定一年 一年会有四个 然后每个里面都有8到10个 full size的产品 我这个呢是一个5fit fund的start box 什么叫start box 就是比如说我周围有一个朋友 Emily 她是这个5fit fund的会员 然后呢她手里就会有几个名额 她会给你这些好朋友 亲朋好友 发一些email 让你去试用她家的这个5fit fund的盒子 然后如果你填了你的email进去呢 你只需要付一个邮费 这个公司呢 就会给你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start box 里面大概有4到5个full size的一些产品吧 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满意的话呢 你就可以订阅 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一个试用订阅器 就是如果我对他们的东西比较满意 然后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 再过几个月的时候 我就可以收到那个49.99美金的那个full size的box 但是前提是 他们就会每个季度从我的卡上挂49.99美金 但是你也可以有另一个选择 如果你对盒子里面的东西不是很满意呢 你就可以去上那个网站 随时可以去取消你的订阅 那么下游的话他们也不会给你寄盒子 也不会差你以前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感兴趣 我们如何去订这个start box呢 首先呢可以去问一下你周围的人 周围的朋友走 谁在订这个 Fancy Fun的美妆盒子 如果他订了的话 他一定会有这个start box的折扣码 就需要你把你的邮箱给他 他给你发一个邮件 所以你就只需要交这个八道的运费 来获得这样一个开始试用的这样一个盒子 还有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订这个盒子的话 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折扣码 一般你可以29.99美金买到第一个盒子 或者是你去上他的官网 他会有第一个盒子八折呀 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如果你们想调解更多的折扣呢 都可以关注我的instagram 还有我的小公司 就是如果你订阅了他家49.99美金的那个记录盒子呢 你每个记录行都是可以选你要的东西 它有个valuation 你可以去选你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呢我现在就属于在这个盒子试用的期间 总体来说我真的是非常满意 就是颠覆了我对他家总送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的这个感觉 所以呢我可能会考虑继续订这个49.99美金的这个盒子 但是我也会到他这个spoiler的网站上去看一下 他下个季度会有什么东西 如果80%东西我都能用上的话我会订 如果大部分的东西都是那种可有可恶 或者是我已经有的东西的话我就不会订 然后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就是My Subscription Addiction这个网站 然后我会放在下面大家可以上去看 就是有加拿大还有美国这边的美妆订阅盒子的所有的信息 它有什么产品预告啊 像Five Feet Fun 它就是下个季度有什么产品预告 你们都可以从那个网站上获得这些信息 然后还有我一直跟小友伴们强调的就是 如果这个东西你需要 你用你再去买 如果这个东西你不需要 你只觉得它好看 或者是比较喜欢那些华尔布什的那些东西 那咱们就不要去买 因为现在全球的经济都不太好 从环保的角度说 还是说从极简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make full of resources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之前是一个看见东西就要买 看见喜欢东西就要买的一个人 像我老公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极简注意者 就我觉得我受他影响挺大的 就是我买了一个东西我就玩梦地用了 我就一直给他用坏 我再去买另一个东西 这样才不浪费 如果你只是觉得它好看 你买了之后 放在那边是为了跟别人炫耀啊 或者是为了他好看啊 满足一下自己 这种空虚的消费的内心的话 就完全不需要 还有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那请一定有我的视频点个赞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美食啊 美妆啊 还有我留学移民工作的一些经验的视频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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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